在交易洲的一千公平人工 以及其他主要的項目 包括欣澳的填海 隆古灘的填海 全門沿海發展區 以及優先推展的主要幹道和鐵路 總工程度價 大概會是6240億港元 去年約今年 抗予的建設 香港特朗斯學會 早前做過的估算 收入,土地透過賣地 收入大概是9,740億 到11,430億 未來是在當中 例如一些私營住宅 或者商業樓面的收入 我們完全沒有反應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 其實如果這麼保守的估算 你都看到 其實相關的付出 對整個社會來說 是透過賣地 是會回到政府的庫房 五個話說 屠空庫房這個說法 不能成立 特首之前公佈的明日大宇的規模 其實是1,700公頃 為什麼這次獨獨會漏了這700公頃 不放上成本估算 是否擔心座價會太高 客派議員難以推展 那700公頃現在是虛的 其實連時間都沒有 所以如果作成本估算 我們覺得都不算實際 如果是有個數 這樣攤出來的時候 誤導性很高 在目前來說 我們聚焦的是那1000公頃 政府可能會怎樣回應這些 對於可能填海的成本 是高於中地發展的成本 謝謝 其實未必可以這樣相約比較 但如果我嘗試相約比較 如果新發展的 我們現在收地 一呎都其實 1300-1400元一呎 在我們明日大宇那裡 如果你說填海 做個土地出來 我們的估計是多少呢 其實都是1300元一呎 那個土地其實是有接近的地方 如果你說相關要鋪一些設施 譬如說排水、排污 種種相關的設施 無論是棕地發展 或者在嘉義州 你同樣都會做那些事 他是用2018年的價格去計算 這個6240億的 但是大家都記得 局長說這個工程是2025年開工的 2025年開工的 所以我們 如果你計算每一年 是5%的通脹去計算 去到2025年 這個工程已經是 成本就去到8780億 如果用回去政府 在超支上面的網積 包括高鐵 超支了一半 500多億變成800億 800多億 港珠澳就超支了20-30% 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隨時是過了1萬億 而更加令我擔心的是什麼 到底香港有沒有這麼大的頭 戴這麼大頂帽 有一刻瓶頸 我們頂不了 那香港怎麼辦 是不是香港就有個赤字 是不是香港就要加稅 是不是就要減少開支和福利 是不是就要減少開支和福利 這樣可以給你們